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川普病毒 这不是造谣啊 川普病毒 从现在开始 我相信这个词会被用的越来越多 因为川普病毒首先在中国爆发 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是美国媒体NBC的报道 这是一个英文的 我现在呢 把它翻译成中文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内容 它这个标题 它就说呀 美国制造业现在因为汽车芯片短缺恶化 造成美国汽车制造业更多的工厂闲置 好 它的内容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汽车行业的芯片现在严重短缺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东西全都电子化 几乎任何的我们生活当中所用的东西 里面都离不开这个电子的部分 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手电筒 它里面都有电子的部分 更别提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汽车 有一种说法说呀 我们的汽车其实就是一个安在轮子上的计算机 它的每一部分都由电子来控制 在汽车上大大小小的这些芯片有很多很多 那这些芯片是生产出来的 是半导体行业生产出来的 就是那些芯片工厂生产出来的 是那些芯片公司设计出来的 那么我们通过美国对华为的打压 我们就知道这个手机它里面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部件 它是一个全世界大家通力合作的一个产品 它离了谁都不行 中国这么大 它做不到说这个手机 每一个部分我中国都能够给它解决了 所以才会受到美国这次一打压 就能够造成华为就生产不出来这个手机了 那最核心最核心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芯片 那川普打压华为全面的断供 好像除了芯片以外 其他的华为还都能解决 结果到最后 川普除了断供以外 就掐断华为的芯片 不让任何人给华为来生产这个芯片 那中国就开始想说 我自己来解决这个芯片的问题 中国也有很厉害的芯片加工 那川普呢 接着又对中国的芯片加工业进行制裁 芯片加工业 它是离不开光刻机的 那美国就通过他自己的这种高压的手段 来压制唯一的一个光刻机生产厂商 它在荷兰 就压荷兰政府 让荷兰政府出台一个政策 让他们光刻机的工厂 不准向中国出口这个光刻机 这样就使得中国的芯片生产行业也瘫痪了 那现在中国不仅仅在工刻生产精密芯片的技术 那同时还要在工刻生产光刻机的技术 或者是寻找取代光刻机的技术 那在这种情况下 正在中国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当中 那问题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中国这个芯片荒 那芯片荒在有一些行业可能表现的 不是那么的突出 那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大约在11月底 12月初的时候 大约就和前一年 2019年底 那个新冠病毒爆发的那个时间 差不多的时间点 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 那川普他所制造的这个芯片病毒就爆发了 中国就爆发了汽车行业的芯片荒 先是上海大众 他们的芯片不够用了 接着是一气大众 他们的芯片不够用了 然后是福特 他们的芯片也不够用了 那在12月中下旬的时候 竟然还爆发出来 奥迪的芯片也不够用了 这些工厂在中国 都不得不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在中国只有一个汽车公司 他完全不受芯片的影响 那就是比亚迪 那这个比亚迪 他为什么会不受这个芯片的影响呢 这就是因为比亚迪 其实他原本不是一个生产汽车的公司 他原本就是一个手机代工厂 他原本就是生产这个手机芯片的 他本来就生产芯片 那这次汽车行业的芯片荒当中 因为他自己生产芯片 他能够对他自己的供应呢 是很充足的 所以汽车行业这回受川普病毒的影响 最轻的或者说没有受影响的就是比亚迪 那么我们不说这个 再回过头来再说美国 今天早晨我看到这条新闻 让我吓一跳 因为我前一阵我就知道 中国的汽车行业受美国的制裁 造成了一个芯片荒 但是我没有想到 为什么美国也发生了芯片荒 今天早晨的这个报道就是说 底特律的福特 他们本月已经在不断的削减他的生产 他的生产线呢 本来是三班岛的 由三班岛改两班岛 现在改一班岛 就还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了 因为没有芯片 说今年2021年开端第一个月 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预计他们因为这个芯片短缺 造成他们损失610亿美元 就只是福特在底特律的这一个工厂 那这个福特现在 底特律的工厂已经是处于闲置了 他今天又发布了 芝加哥的工厂也要闲置了 还有肯塔基州的那个路易斯威尔 那个工厂也要闲置了 这是福特 在美国还不光是福特呢 和在中国一样 我刚才说了中国 先是什么上海大众 一气大众 什么奥迪福特 那在美国也不光是福特 现在通用汽车 就是GM大众汽车 本田 丰田 尼桑 还有奔驰 奥迪 还有那个英文叫 苏巴罗 我还不知道那个汽车品牌是什么 这些个汽车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 这些汽车公司 现在都在处于一个半停产 停产 或者是面临停产 这么一个状态 这次汽车行业的这个瘫痪 会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不仅仅是这些汽车工厂 他们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大量的工人会失业 这是摆在拜登政府面前的一个 非常大的难题 川普上台以后 他一直宣扬他自己最大的政绩 就是减少了失业率 拜登刚一上台 汽车行业 现在在一个月之内 这么多的汽车公司 因为芯片荒这个问题 不得不办停产 以及停产 这么多工人就会失业 其实这个对拜登来说挺不公平的 因为这个芯片荒 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对中国的制裁 这就是川普病毒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川普他制裁中国 这个石头终究还是落到了他美国的脚上 现在全球的经济 说实在的 他是一个全球化的 是一个交叉交融的 一个离了谁都不行的这么一个融合体 习近平经常说 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很多的这种世界论坛呀 还有峰会呀 这些地方都经常反复的说这些话 但是呢 就是不引起西方的重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为了打压中国 各种手段 什么手段都能使 现在你看 川普病毒在美国发作了 他以为他制裁的就是中国的经济 但是这种全球化的效应 这么快就到了美国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